你敢相信吗 有一种东西只要带上它 就和住在监狱里没有区别 甚至更痛苦 它就是电子脚料 那电子脚料究竟有多可怕呢 电子脚料最初被设计出来 是为了监视囚犯 本身的材质坚硬性耐磨 平常的手段根本难以拆解或损坏 即便是进入水中 那它也不会轻易罢工 所以说一旦被装上 就只能在程序允许的时候 才会被解除 很多人好奇 被带上电子脚料的人 离开监视范围会发生什么 看这个大学生在体验电子脚料 带之前它是心高气傲 带之后它是生死难量 当他离开规定范围后 立马腿脚就不听使唤 这是因为电子脚料在释放电流 还好旁边有人扶着 不然一步都走不动 除了会让人暂时动弹不得 电子脚料还会第一时间报警 当警察发现 被监视者做了出格的事情 那进一步的惩罚就会接踵而至 那既然是电子的 是不是把电量耗尽就能自由了呢 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因为电子脚料自带GPS定位芯片 佩戴者具体走了多少步 到达了什么位置 警方了如指掌 当电子脚料电量低 并且佩戴者还没有及时充电时 警察的催促就会按时到来 那佩戴电子脚料 真的比蹲监狱还难受吗 接着往下看 电子脚料堪称移动式监狱 带上它真的就差事难逃了吗 大家都知道 孟晚舟曾在加拿大 为电子脚料禁锢了1000多个日夜 有实力还无法轻易逃脱的人 尚且如此更别提那些 被带上电子脚料的犯人了 这种现代形剧一出现 就断送了很多人 挣脱禁锢的想法 美剧里总有越狱的场景出现 这要是放到现实中 监狱里的重要犯人 都被带上电子脚料 根本就没有越狱的可能 每隔15分钟 电子脚料就会将 佩戴者的具体位置信息 传输到系统中 在设置的范围内活动 也得接受无死角的监视 就连吃饭洗澡也都准确记录 佩戴者简直没有隐私可言 不过这个电子脚料也并非无解 虽然安装后难以拆卸 但如果绑得松了 也有可能被卸下来 可能很多人对 不用进监狱心存侥幸 但是带上电子脚料 那也算是住进移动的监狱了 并且别以为 这个小东西不用花钱 实际上电子脚料 关安装费用就得2000多 并且每个月还有租金 当初孟晚舟被加拿大监视 光是电子脚料的月租金 就高达4000多 反正这个现代刑具用起来很可靠 基本没有出错的可能 那么需要经常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名人 被带上电子脚料 是什么样呢 接着往下看 白天打球 晚上服刑 脚上带着电子脚料 狱警在替补其监督 当著名球星带上电子脚料 生活又有啥变化呢 著名球星 考德·威尔·波普 就曾在世界瞩目的球场上 带着电子脚料打过球 起因是2017年 波普的朋友借了他的豪车开 波普当时也没多想 非常爽快地把吹钥匙给了朋友 可就是这样一个举动 让他差点错失重要球赛的露脸机会 因为朋友涉嫌酒驾被积压 而波普也因此受到牵连 最终被判服刑25天 但作为球员 按照合同不能缺席重要比赛 好在还可以申请肩外保释 于是只能打主场 且需要全程带电子脚料的波普 如约走到了赛场上 两名便衣警察不仅不花门票 就做到替补席观看整场比赛 还在比赛结束后 能控制波普的行动 将其立即带回监狱 连采访都不能有 这25天的脚料生活 确实不是滋味 波普也只能把它形容为一场修行 所以说被带上电子脚料的人 也没比蹲监狱好到哪去 韩国著名的素援案 罪魁祸首赵斗纯 在出狱后被带上电子脚料 因为在限制出行期间 私自外出 结果又浪当入狱 对于犯罪的人 电子脚料真是物尽其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